变形金刚制作团队合作操刀 耗时五年向超级名导詹姆斯卡麦隆致敬作品 由变形金刚制作团队精心打造的2018地表 最强英雄动作科幻片超能救援 High Power 是X战警系列电影的视觉特效师 马修桑托罗·曼琉塔罗·曼琉塔罗号十五年 受不指导的电影《处女秀》 电影预告在美视出即刻创下超高点几率与讨论度 国外网友对于预告一开场 就出现的神秘血烂光束 与一次地球毁灭的影像特效感到好奇新鲜 纷纷流言讨论漫威宇宙后又一超级英雄的诞生 最强老爸新成员出现了 超能救援主要描述一位家庭破碎的失忆老爸 被恐怖科学家绑架作为实验对象 计划将他改造成变种新人类 用以控制世界 愤怒的他为了女儿的生命安全 不得不配合各种人体实验 没想到却因此拥有掌控电磁波 与瞬间移动的超能力 面对史上最强伽玛射线风暴冲击地球的危机 他决定为了女儿挺身而出 超能救援使导演马修桑托罗 向好莱坞神道詹姆斯卡曼龙 James Cabrera致敬的科幻作品 马修桑托罗表示 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魔鬼终结者2的惊喜心情 当时9岁的马修桑托罗就此立定志向 希望未来能从事影像工作 25岁那年 他只带着仅有的15000元搬到洛杉矶 从一间只有床垫的地下室 展开他的电影梦 先后在精气4超人 银色冲浪首线身 三百壮士 斯巴达的逆袭 无敌好客 X战警 最后战役等电影剧 做担任视觉特效师 并渐渐勾勒超能救援的雏形 直到2013年决定放下一切 正式投入超能救援的剧本创作与拍摄制作 并运用自己最擅长的视觉特效 雕琢每个特效细节 电影耗15年完成 日前在美善影获得极大的肯定 外媒赞 全新视觉想念 视觉特效终于不再是为了掩盖角色的情感不足 马修桑托罗回应 这是不探讨科技与人性的亲情电影 我很满意最终的成功 拯救地球 唯一希望使戴满罗埃尔达德士 是一位家庭生活失忆 和女儿感情产生裂痕的中年男子 某天他被一位丧心病狂的科学家绑架后 强制作为实验对象 为了实验结果 却让他意外拥有了毁灭性的强大超能力 此时宇宙的伽马射线爆发 将为地球带来致命的巨大威胁